吴尼朗 迷迷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现在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4月4号是清明节年假的第四天 北返车潮开始涌现 中午过后苏花路廊北上车流逐渐是增加 整体的交通量相较去年清明节的假期 同时段增加大约有三成左右 预估4号北上车流量将近有15000辆 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 依据过往的连续假期输运交通趋势研判 4月4号到4月5号连续假期的最后两天 北返车辆最为繁忙的时段 预估北上车流量将达到每日15000辆至19000辆 车多时段为上午的10点到晚上10点 请用路人尽早规划行程避开建峰时段 北上行驶 树花改路段 所以本分局在特别是北反台九线的重合路段 我们会是车流的情形来进行管制 避免因为车流的交织而造成这个车速减缓 那我们也希望用路人能够收听警管 然后了解我们警方以及公路总局相关的管制措施 那在台八线的部分往天翔的路段 目前的车流量也都算平缓 那由于日前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所以也希望驾驶人通过这个比较3D陡峭路段 能够尽快的通过避免有落实造成的危险 新城警分局表示 依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趋势研判 通常北上车流会在假期的最后两天出现 苏华路郎沿线北上一塞路段 包含苏华改东澳端至新澳端隧道 南澳市区欢迎古峰隧道 苏华改和平端至仁河隧道北口 仁水隧道从德路段 请用路人及早做好行程规划 记者凌杰 修林乡 采访报道